我是解析思路就是抓住了 他戴眼镜的这个特点 然后觉得眼镜很能代表唐九州 因为唐九州呢 他知道自己的脸比较大 就戴眼镜 这个稍微可以收敛一点他的脸 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这个嘴啊 他这张照片呢 这种气质显着有点不高兴 厌世厌世 你连他胳膊腿都懒得弄啊 我抓的是他一个特点 特征哈 对 这啥玩意儿 他有这种作品我不想看 我拒绝 我觉得你退赛 这就是你 你看我抓住神远 这就必须是这种三七分啊 你眼睛就有点不适他的眼睛 你眼睛那么大是吧 他他根本没有抓住特点和神 我觉得大勋哥肯定心里想要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你不是关我想要什么就能 你总是喜欢在脸上动刀子 重点是啥是酒窝 这酒窝就是很深 深掏出来的 很深 很吓人 太吓人了 我觉得他啥也不是 多像啊 来我们看一下杨迪的吧 杨迪这个也是 同真同趣哈 然后把相关细节 包括手里的签啊 树啊 还有这种细节的雪花 看到没 可爱 可爱 感觉你这个人比杜纯哥岁数还大 来我们看一下纯哥的 纯哥捏我眼睛的甚至没有用一点面团 没有胶带 我就扎了个眼 他做的真不错 谁啊 你 哇塞 太生动了 你做的真 你做的真好 带个像 太像了 太像了 太精彩 我这手机 我这手机可以啊 手机怎么做的那么方正 太生动了 你是做过这相关 相关的 我是做这个的老师 他做的是最好 赢了赢了 他手工这方面确实有点造诣 我投你一票 特别好 肤色稍微有点热